马云造新势如破竹!美国人首先扛不住了,要来中国好好谈谈。 伴随著美国商务部的一纸通文,未来七年之内,禁止美国的企业向中兴提供任何一件元器件、软体和技术。 依时间,风起云涌,中兴高层更是强硬回击,穷人不如求己,我们一定会奋发图强,攻克难关。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将美国人这样的野蛮行径拒之于千里之外。 然而就在中国诸多企业叙事待发,把发展重心全部投在国产心上的时候。 马云已经在用自己的行动在向美国人宣誓,没有你们,我们一样能行。 2018年4月19号,阿里巴巴对外公布,阿里巴巴自主研发的第一代国产晶片AI晶片,目前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驻。 一旦问世,AI晶片的性价比将会是市场同类产品的40倍以上。 然而这还没有完,随后马云又对外公布,阿里巴巴目前已经全资收购了中国大陆唯一的一家自主嵌入式CPU E-Core公司,钟天威。 该公司一直专注于32位嵌入式CPU IP研发和规模化运用。 可谓是中国目前最强的造新王。 同时,马云喊话美国总统特朗普,要是两国没有一个公平公正的贸易环境,那么他将取消之前答应特朗普的给美国提供100万个就业岗位的承诺。 不得不说,作为一名中国的优秀企业家,马云能够在如此关键时刻表明立场,的却是大快人心。 如此对决之下,美国人自己先害怕了起来,据外媒推测,一旦中兴危机进一步扩大,那么美国的高通和苹果将遭遇重创。 高通的全球销量将会不断下滑,而它们将面临住进一步的裁员措施。 与此同时美国的科技巨头苹果股价也是遭遇二连跌。 整体指数下降了1.3%,对此美国财长姆努钦急忙喊话中国,正考虑近期复华就贸易问题进行全方面谈判。 然而美国人此刻服软还管什么用?我们的造新计划已经是铁板钉钉,不管是谁都无法改变的事实,你们还是省省心吧。